Hello 大家好 我是沖場 我是一名咖啡導師 這一系列的短片會用一個簡短的方式 教大家沖咖啡的步驟和技巧 我們盡量都想控制20-30秒就沖完 我們會用一個攤碼計算時間 如果你的時間太快 可能你杯咖啡的咖啡粉要薄一點 如果你是留得太慢 你可以磨得粗一點 還有拿少許咖啡粉 最好每次都只改變一個因素 去試你的咖啡 好了 首先第一步 我們會flush沖煮頭 是為了令沖煮頭保持乾淨 然後我們上頭 上頭同時我們要確保水源頭馬上要開始沖煮 它開始的顏色會很深 當它慢慢開始轉黃 然後你會看到它開始流白的時候 那個espresso就差不多可以完成了 這個也是一個可以觀察espresso的方法 好了 它開始又快又少少白了 我們可以切掉它 好了 一杯espresso就這樣完成了 看起來就很漂亮 這個就是我沖的espresso的方法 好 開始囉 有馬上灰 的 我會看到了 有馬上灰 什麼 我會看到 就會